大家好,我是小厚,那我们今天想要来讲一下羽球的旧制跟新制 那其实现在羽球的规则都是新制 如果你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打羽球 你可能不知道羽球以前的规则是有改过的 以前是旧制,现在是新制 那这个影片我会介绍一下旧制,以前的旧制是怎么样 那当然对你现在来说,你可能对你不是那么的重要 因为现在都是打新制的嘛 那我今天想要介绍一下旧制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认识一下以前羽球的规则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台湾有一些阿伯啊,球队还是打旧制的规则 因为他们可能习惯旧制的规则 但是现行国际赛啊,什么比赛都是用新制 但是你可以了解一下以前的历史 那我们来讲一下旧制的差别 现在的新制的规则就是落地得分制 以前的旧制叫做发球得分制 我一开始以前刚打羽球的时候 我听到落地得分制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 难道球不落地不能得分吗 其实它这个落地得分制的意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是说现在的落地得分制就是说 只要球一落地就算分 可是以前球一落地不一定算分哦 所以以前那个叫做发球得分制 是什么差别呢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发球权 假如说我打单打我先开球 我有发球权 我在我发球权里面得分 我才算拿到分 那意思是什么呢 假如说是我有发球权 然后我发完打我们打完 哎,是我失分 这样子的话我就没有拿到分 可是对手也没有拿到分数 一定要发球的那个人得到分才算分 发球的那个人没得到分 对方也没有分数 所以这个会变成什么情况 就假如说心智好了 心智21分的 我们现在两个人打得很激烈 我们实力很近 我们这样 1比1比0 1比1 2比1 2比2 3比2 3比3 4比3 4比4 你打掉了0比0 这换我发球 我一把你打掉了0比0 所以这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 旧智会打超久 旧智的规则是打15分而已 心智打21分 可是旧智就算只打15分 因为这个模式下会打太久 我们两个很近 一直在1比0 0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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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打的没完没了 所以像现在只要一落地 就是有人算分了 那如果是双打呢 双打在台湾 也是落地得分制 可是在旧智里面 发球权 你想想看 单打有发球权 双打也有发球权 双打发球权就是两个人 意思是什么 我是A 小轰 发球 没得到分 还不是换你哦 再换小轰的搭档 发球 没得到分 才给对方球权 对方 等于说你可以发球两次球权 所以你另外一个人 你就要守两波 守两波下来 才换到你拿到发球权 然后你才可以发球 然后得分 所以你知道这个拖多久了吗 只要要发球权的人才可以得分 那这种赛制的确定就是 他实在打太长了 而且 他不利于广告上 因为他不像现在心智有11分要休 强制休息的机制 现在11分 强制要休息一分钟 那 当然有时候会根据赞助商或电视台的一些 转播的一些因素 所以他可能会休息超过一分钟 不过规定下的是一分钟 那这个一分钟就可以开始播广告 你比如说看比赛 就开始进广告进广告就这时候 然后下次出来的时候就是 要开始发球的时候 以前没有11分休息 以前就是 选手喊休息休息的那种 所以他可以有点战术性的休息 所以我们后来在2006年的时候 5月就把旧制全部改掉 换成新制的打法 整体来说 时间也减少很多 然后也比较有利于广告商 赞助商还有电视的转播 打旧制真的是 有点累啊 想到那个得分方式就觉得好累啊 现在呢 世界语言BWF又在想要弄一个新的赛制 因为他又觉得21分钟太久了 又觉得21分太久 他想要搞到11分5局的赛制 就是打11分然后打5局 5战3胜这样子的方式 想要把时间在浓缩 可是现在一直还在事行中 就是事半 还没有到正式的改规则 那未来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改成11分5局 都还不一定 那我们现在还是新制的规则下 我们就以后拭目以待 那希望今天这个介绍 旧制跟新制的规则 可以对你们有帮助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一下订阅粉串 也可以帮我按赞 来关注我最新消息 那我是小猴 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哦 拜拜 拜拜 拜拜